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100億美元市值 亦要大約100億 同時間的市值、美元 收入要超過10億港幣的公司 有272間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當中 有40間是符合到港交所的要求的 整件事當然是港交所受惠 這些全部都是大事 這些大事來上市 所以你看到上星期三洗倉之後 然後星期四、星期三、四的時間 都是有些洗倉 之後星期五這些中概股在美國站穩 亦看到今天頗受牽連 你說港股受不受惠 其實市場來說 要作出一個調整 調整了之後 我們就多些東西買 對香港整個市場是一個好事 我覺得多了選擇 但是你說對於這些股票 我是看到繼續會調整 因為這些股值高 而沒有盈利的股票 或者盈利低的股票 股值高 其實我這麼多集都是這樣說 都是繼續調整 到現在都沒有轉變過 反而你說去回一些 現在有些調整到 就差不多時候 因為去回五年平均那個 PE 盈利水平 包括美股、港股都是 我們都是看回一些大型的 instead of 炒一些概念 市盈粒本身在美國已經很高的 一些股票 所以 因為這些還有很多 都還是 有些來了香港 有些還未 八度來了 其實有五、六隻 其實它代表了整個 中概股在美國八成 新東方、拼多多、京東、百度 這些都是 有些成交都大 新興那些 蔚來汽車、富途牛偶 這些都是 變成整個市 看回港交所 必然是受惠 其他的 你說是否受惠 其實 有機會其他股票受惠 反而不是這堆股票 不是這堆中概 或者一些高科技的中資股 在香港受惠 那真的 depends on 你的盈利 你看回近期都是那些 那些銀行地產 都是繼續 那些錢有些過回去 反而這些股份 在繼續調整的時候 這些中概 中資科技 繼續調整的時候 一些銀行地產 反而他們還是受惠 變成 也未必是說 來香港 其他就會升 因為其實壓力更大 因為你的錢在香港市場 可能也是再要攤分 也有點符合不到 因為這個法案 你知道 上個星期三 美國證監那邊 有一個是先前特朗普時代 說的是去年12月 有一個叫做 外國控股公司 問責法 holding foreign company accountable ads 這一個就是 三年之內 符合不到 美國的會計制度 就會被 美國交易所移除的名字 上個星期 我們也說了 貿易爭拗 我都提過 其實都要小心 有些什麼 科技戰 金融戰 這些 剔名這些 都要小心 說完之後 過兩天就發生這件事 就是說 星期三 美國的證監 就說過 這個外國公司問責法案 已經通過了最後修正稿 我不知道是出口術還是什麼 亦都在徵求公眾意見 然後假裝不斷下跌 大家就估計來這個實施期不遠 當然 因為很多是要 discourse 很多是先前的爭鬧 中國是站得硬盛的 但是這些公司如果真的除牌 其實影響都挺大 有些你都沒有辦法 老實說 有些行業在香港也未必去到過 交易所是這麼成熟 譬如你說汽車 新能源汽車 你都是 蔚來 小鵬 理想 這些 當然我們不要計算最大的 Tesla 其次我們有些上SPEC 有些Lucid Motors 這些最大的都在美國上 見了新能源 即香港是比亞迪 其實有很多 還未真的分拆上來 當然你說去吉利 吉利和歐洲Volvo的Postar 都還未上 還在一個 我們看起 A輪 B輪的階段 可能 今年都會 有機會 在 Moslady 在美國 我自己猜 應該是美國上 這些究竟會不會受到 我們所謂的未上市之前 亦都有一個影響 因為你都不知道 它的清單 或者你 哪個持有 很多 都對整個市場 都會有一個影響 所以今天我們 由百度上市 開始到BillyBilly 百度就捱得住 BillyBilly就捱不住了 捱不住 就跌低招股價 IPO是808元 就收…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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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先前 是… 早一個月 其實大家都覺得 這個BillyBilly 就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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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 不错 是吧 即是大家都爭著要 其實整條街爭著要 即是… 覺得好像快手一樣 怎料今天出現這個情況 其實對整個 因為它投資氣氛 那些錢進來 就… 很大打擊 我自己認為 那這個打擊 就不是馬上可以散去 反而是… 一些… 我們說 是… 再跌下 再… 氣氛喘定了 都未遲 大家不需要心急 那我覺得 就可以再… 看回定 才再去看 究竟是哪些 或者美股有上市 如果你真的 法案再來定 的時候 或者要剔除分的指數 因為法案未來定 有些… 會不會有些指數基金 會是有這些股票 又受到影響呢 那就… 那就… 幾千年都大了 那變了… 就… 我覺得要再等 因為可能這件事 我覺得某程度上 即是中國證監 希望都… 希望付出到去 會計制度 不用脫牌 但是… 你不知道 互相的溝通過程當中 有個… 風險因素 其實從而… 你說美團沒有上市 你也看到 不斷想… 當然 我們先前說了 你不可以說 他… 那個… 因為他… 他… 由… 52週 85元升到 460元 而460元 現在調到280元 我們正在說 其實整年都是… 上了去… 然後下回來 都是一半老的位置而已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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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看到是廣交所比較受惠 爆倉是因為大家都做了槓桿 因為量化寬鬆,錢便宜了 錢便宜了,大家都做槓桿 散戶也好,去買美股也好 其實在一些網上的券商 第一,美股沒有廣股那麼高 每一trade也便宜 你變成一個炒或短期的也多 整件事就變成借了你下來 裝作一聲,你沒錢就蓋上,又是不斷沽 你說沽了沒有,我會比較謹慎 因為始終有很多模型來基礎 我也是說一句 買美股也好,買中概科技也好 都是買大型的 傳統那些先程有點貴 反而你說留一些大型的科技美股 或者慢慢找到中資的大型科技 有盈利基礎 就是很改變的策略 有部份持有的 好的,謝謝,拜拜 拜拜